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开学在集花莲县教育处20号在瑞瑞的国际观光酒店 办理了全县各国中小学校长会议 而有鉴于日前教育处曾经发生了采购弊案 也在会中特别安排了正丰处就采购法等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 县长徐正伟也特别到场感谢国中小学校长 作育英才的努力 也勉励叮嚀地表示 孩子的品格教育才是重中之重 开学在集全县各国中小学校长 齐聚瑞瑞知名的国际观光酒店 在县长的见证下 共同宣示建构幸福花莲友善校园 我愿凭着我的荣誉和信念保证 为全体师生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尊重身心障碍 推动网路安全 防毒害 反黑帮 巨霸凌 建构友善校园 学识人 环丽县教育处在新的学期开始前夕 依照惯例举办全县国中小学校长会议 不过有鉴于县教育处长涉案积压 使得教育处与各校时期低迷 为了避免重蹈覆车 因此特别安排县政府阵风处 以联能透明及校园诚信为题进行讲座 到场参加的县长许正卫 感谢各校校长与老师的作育英才 为教育努力付出 更是叮咛勉励 孩子的品格教育为首重之重 并且也肯定县教育处推动智能科技教育 准确提升后山孩子们的竞争力 我要谢谢政府给大家 灌输一些大家比较 只能说比较了解才不会踩错 两个方向 第一个 品格教育绝对不能拉掉 德智体群美必须五欲并重 教育我们的孩子如何面对未来 如何解决他的问题 如何运用现在的科技来解决他生命的问题 迎接新的学期 县教育处以及各校校长重整旗鼓 县长许正卫也特别针对了 今年度获教育部卓越金纸奖 县内阅读磐石奖等 表现优异的学校老师及校长 另外也颁奖表扬 长期支持花莲县教育的机关团体单位 以及企业 肯定也感谢他们为花莲的教育所提供的资源协助 记者石玉兰瑞税采访报道